要接的线拿上 然后把它捏住 等到这边 一次把它拉过来 往下勾一个短针 在后面两个线拉一下 拉紧一下 就可以了 我们数一下 这里要勾三个 要勾三个 三组 一个加针,两个短针 要勾了几组 一组,两组 这里再接的勾 一个针子里面 这里一个加针,两个短针 现在再勾一个加针 两个短针 三组 这里 一个加针,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两个短针 这里勾了三组 勾完三组之后 接着勾十三个短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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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十 三针勾完 我们后面勾两组 一个加针,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 两个短针 两个短针 一针 一针 两针,接着再一个加针 两个短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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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根 十三针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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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 五 六 七 八 第九串到十三串 我们都是勾四十八个短针 不用加针也不用剪针 一直绕着针针勾就好 第十三串勾完 第九串到十三串 四十八针不加不剪钩完 那我们这里的话是 在最后一针 第十四串要换成白色的线 这里就直接拉过来 拿个大线圈 之后它放下来 拿一个白色的线 之后在这个钩针 先穿过这两个线穿 直接用这个白色的线捏住这里 把它勾过来 之后再勾一个顶巴 把这个线押到这上面来 把这个线押到这上面来 把它拉紧 在第一个针目里面 勾一个短针 在第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 把这个介绍扣在第一个针目这里装上 现在我们把这个蓝色的线把它拉出来 重复把它的线圈折出来 这里我们就把白色的线换上了 高一穿四十八针不加不剪 这里是小绿带线 还有线穿好 我们好像这么多银 把这个绿带的线 里面穿好 感谢观看